国际后卫站带给粉丁关交通便利 也有做欢迎发展 为了要让国际站发挥更加大的交通工量 串人到南到六 成为一个手通北达的交通忙 立委国业人 向着地平一同来正出代替到六后卫计刷 那这条支线呢 我们可以来走过去台塘的五分车的路线 它可以减少土地征收的问题 而可以也有减少非常多的成本 那我预计呢 这条支线大概需要大概七十二亿左右 在水面会当中 议会人员用要来提出建议 提供交通报官员来参考 立法院最高国民党来先表示 全国有很多官司有成功的案例 希望交通报尽速来评告可行性的企业 台北市的三铁共购 无论高铁台铁还有捷运 能够提供给乡亲非常大的便利性 那包括台南 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沙轮线 就是这样的一个轻轨的方式 那我们隔壁的嘉义县市 他们是用VRT的方式 也就是用快速的公路的方式 让乡亲在二十分钟里面就到达高铁 对这行计会的政策 台南市长辞职员表示 希望大家专门来支持 我们一定专门支持 拜托我们所有的这些 婚人的行亲 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回来的政策 为着要招呼叫国家座人来参加这行计会 立委国友人成立退董联名 希望透过群众的力量 向政府担委来表达地平的心声 台平加油 高铁加油 一定划划划 立委国友人表示 正式交通报应件 代替到达后卫子参 对分临观的 驾驾顺顺顺来说 是佩赤需要的 记者欢迎观察方报导